我国电力市场开放不到一年 消费者协会就接到了122起 针对电力零售商的投诉 主要与服务销售手段 和误导性内容有关 能源市场管理局提醒公众 应降读合约期限 押金 违约赔偿等信息 再决定是否签约 记者李正义报道 黄先生的62岁母亲 5月初在这座电梯外 被人误导签下了 转换电力配套的合约 当时销售员声称 他所签署的只是表明兴趣的文件 但经查证才发现 那其实是一份正式的合约 黄先生于是联系相关公司 要求撤销合约 对方却以签约当下 儿子在场为由 要求他们支付违约金 我当时不在场 所以我就说 Leaf Lobby现在都有CCTV这些 我挺震惊 他们把这种信息 事后母子交由消协处理 最终无需任何赔偿 合约也取消了 按照能源市场管理局规定 电力零售商不允许挨家挨户 或在组屋底层空间进行推销活动 为例或者是遭到大量投诉的零售商 可能被罚款和禁止签订新单 另据本台了解 一些大型电力零售商 一般会把销售服务外包 并确保销售员清楚相关行为准则 和配套细节 如果有什么regulatory update 我们会再培训他们 会跟这些销售人员说 OK 这些是需要注意的 还是需要遵守的规则 有一种是完全不知道 这个市场已经开放了 那种客户 其实我们要比较详细地 跟他讲清楚 他有什么的权利 有什么的选择 这个通常我们继续要跨10分钟到15分钟 要帮他解释清楚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曾怡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